当然这是一个冷笑话 我一定要强调冷笑话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 都是婆婆妈妈在看节目 那为什么讲冷笑话 因为今天早上 明明在看自由时报 就正好在看自由时报说 马英九说台湾有很多的幸福 那我刚完看报纸的时候 台北市就地震 当然这绝对是一个冷笑话 绝对没有相关 只是我今晚看报纸 稍微晚了一点点 甘笑两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马总统到底在今天自由时报 讲什么就我自己笑了 来 马英九执政七年 然后问你件事你幸福吗 好 来 那么马政府台湾 说台湾更幸福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马总统任职 已经快到七周年了 今天是4月20号 的确再过一个月 就是任职满七周年了 所以行政院透过各个部会 就要做一个文宣 叫做七年来台湾更幸福了 这是要确认的为主轴 透过各种管道 来宣传这样的好处 那包括内政部 外交部 交通部 劳动部 跟国发会都有这些 他们说台湾更幸福的文宣 特别是内政部说我们的犯罪率下滑了 外交部一定说活络外交 交通部说你看我们这个电气化 而且观光人数很多 劳动部说工资价格有连续上涨 国发会说经济复苏稳定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为什么这些人真不乖 你们怎么可以反对马总统的说法呢 好 我们先看这两个是政府官员说的 政府市政成果说明为每年例行业务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那么孙力群就说 此为宣传 为政见之检讨 是例行工作 没有特别之处 所以一个是例行 一个是例行 所以看起来我们是不是太过紧张了 好了 但是其他人就表达的答案 就不一样了 其中有一个正好我们在现场 所以我们就先讲这个人讲什么 他叫做国民党立委冀国动 他说聊胜于无 人民对于政府的政绩 无感岂是一个闷字可了得 因为他刚刚付四百多万 不是 没有 这个是冷笑话 好 那另外两位 民党管闭你就说了 你先不要谈大辽的劫狱事件 还有云林银行这个抢案 治安稳定吗 现在云林抢案 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那么大辽这个劫狱案 还在搞不清楚 到底是这个枪到底 有没有在谁手上 好 但是人民最气的是 离幸福越来越远 马这是哪壶 不提提哪壶 管妈你也太在意马英九了 他每个月的薪水是加整数 会给他太太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他薪水是越来越高 而他的存款也越来越多 肯定他比较幸福嘛 所以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赖政昌怎么说 他说执疑马政府 舍本逐墨 笑话一窗 其实一点都不好笑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内容里面 其实你在网路上 你轻而易举去找 打马总统跟幸福的时候 你得到好像都不是幸福字眼了 我们制作人就这么做 就打个马总统跟幸福之后 哎呦 糟糕了 出来的结果是这些 包括了就是这个 我们说的反低薪 净派遣 还有这个爱台十二建设 这个两兆六千五百亿 提供十二万份工作机会 那会达到六三三 结果六三三也没有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债务还真的要不少呢 好 我们债务破表 那另外一部分是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 如果老百姓觉得不幸福 他未来四年将要 这个捐总统的薪水 一半的薪水 那问题是捐了没有 这些内容好像老百姓 跟我们政府的想法 存了一些落差 对 我想大家 现在如果提到马总统 大家到底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如果大家把他竞选的过程 把他拿出来的话 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六三三 朗朗上口 六三三要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但是大家坐的这个地方 都可以感觉到 到底有没有好呢 其实大家扪心自问 感觉好像失落感很重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觉得 很有印象的 就是每一次大家看到广告的时候 在性权的时候就说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各县市都准备好了 结果这次选举 各县市全部都跑掉了 全部都不是共产党执政 所以我觉得马政府到底 马总统到底做得好不好 大家其实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可是为什么 马政府还质疑要花这么多钱 去做一个宣传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习惯 马政府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不管我做得好不好 其实只要透过宣传 我就一定能够包装 把我的做得不好的东西 也能够掩盖过去 把我做得好的东西 更能够提升上来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当他在选举的时候 第二次选举的时候 他是用什么一个政绩 赢取大家的这个选票 米酒 米酒 对 可是大家或许不知道 当初其实没有米酒这个东西 是在写文案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米酒写出来 就越写越对 越写越对 觉得这个米酒 真是可以拿出来竞选 马中楼全程在讲米酒 就开始把米酒做出来 作为他最后那一任选举的时候 一个非常大的主轴 对 他做四年那个米酒很强 那时候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非常讶异 怎么会是一个米酒 能不能说出一个更宏观的东西 所以就开始有什么黄金十年 那些东西 那是后来开始什么 陆陆续续去生出来的 可是那个时候的米酒 就是被包装出来的一个最大的效果 那我想马政府他们也习惯了 就觉得说 我现在仍然用这一套方式 时间到了我就花一点钱 我去做一些行销宣传 告诉你说 我们到底做了哪些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回过头 马政府自己应该想一想 他就算做得再多 人民是不是有感 自己都知道说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我们是无感的 所以行政院也曾经说过 我们要让民众有感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 让人民有感的事情 做出来了吗 民众现在觉得有感了吗 民众现在是不是 还是怨声载道 事业率下降到3% 做到了吗 我知道最近的事业率 好像比较好一点了 可是还是没有下降到3% 他做的爱台12厢建设 请问大家还记得 爱台12厢建设是什么吗 我相信搞不好很多人 都背不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 对于马政府的既望 其实已经不高了 也都知道这七年来 有没有幸福 大家也都不知道 但是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委员说的很闷 在这个地方 你说我过得好吗 我想好像也是靠我自己 平平稳稳的在过 你说我过得好吗 没有啊 好在哪里 就是一本护照 可以让你走遍全世界吗 但是这本护照 我没有钱 我到哪里全世界去走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马政府真的要去想一想 台湾是不是真的更幸福了 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到底该怎么做 他应该要想出一个方法吧 到现在必按禅身 搞得自己浑身是伤 这个解释不清楚 那个解释不清楚 完全困在自己的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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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困酬成在这个里面 还有想到民众的生活吗 我看他自顾不暇了吧 对 似乎好像没有办法 替自己解套 所以这个钱啊 我觉得是多花的 但是这个钱呢 会花得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呢 会在各家媒体啊 会下下广告啊 会早上来这个 这个 刺激经济嘛 对 说一说 到底有多好 拍拍影片啊 可能在这一方面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其他确实看不出来 哎呦 糟了 这样子听起来 有点寒 这个寒毛直竖了 可是我们知道 最了解网路的 当时我们宅神 那我不知道 宅神看到 马英九说 他说很幸福的时候 他会不会想到事情 那军营办一办在哪里 等我们看看 宅神怎么来看 马英九世的幸福